中国女排遭遇一场惨败 2018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在蒙特勒进行到第二比赛日 在首场比赛3比0战胜瑞士女排赢得开门红后 中国队迎来了小组在中最强劲的对手意大利队 本场比赛替代郎平的安家杰指导对中国女排阵容做出了改变 队长刘晓彤被血藏 段放与刘彦涵搭档搭档首发 两位国手也是得到了全队最高分 各自进账12和10分难救主 但中国女排最终0-3意大利20-25 13-25 13-25 遭遇失利 本场比赛被称为女排老模的龚翔宇继续出阵 但是却全场被意大利队所限制 朱杰一传的龚翔宇只是拿到4分 反观意大利接应埃格鲁改打主攻独揽18分容英德分王 原本在赛前球迷就不看好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能够取胜 但是遭遇这样一场惨痛失利还是引发了球迷热议 中国女排输球的同时也基本宣布小组出现几率为零 因为下一场必须全胜土耳其才能出现 而后者在第一轮层3-0宋诞意大利 中国女排的自身失误高达22次 是对手一倍 尤其是后两局中国女排把比赛打成了失误极谨 当然输球并非不可接受 以练兵为主却练出了这么多问题 如何解决才是关键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低迷 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执行教练安家杰 本次瑞士女排精英赛安家杰替代郎平担任主教练 目的就是锻炼新人魔和阵容 但是本场比赛安家杰血藏刘晓彤却是一大败笔 虽然安家杰有他的考虑 在张长明状态未知的情况下 女排主攻陷告急 除了朱婷和李盈盈 刘彦涵和段放都被证明不堪大任 所以第四主攻至今无合适人选 所以刘晓彤不能再受伤 进而许藏刘晓彤 三腰指导本场比赛安家杰 遭肉质疑的远不止这一点 首先是中国女排输球 并非不可以接受 但是通过本场比赛过程 可以看出中国女排精神面貌低落 整体缺乏对于胜利的渴望 虽然裁判存在一些业余判罚 但也给球迷们上了一次排球专业课 毕竟一场比赛出现四次轮次错误 也看出安家杰对于场上的应变能力太差 和控制力不足 中国女排欲强则显弱是老问题 女排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对 安家杰还必须下一番功夫 看好安家杰吗 欢迎留言讨论 支持中国体育 欢迎关注忠诚家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シгля ICH混合coal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опред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